MGC1277看上去和120多亿年前没什么两样,而天文学家眼中的宇宙,也只有约138亿年历史,庞大的星系是同类相残的,因为当它偶遇小于自己的星系时,就会毫不留情地将对方吞噬,虽说这就是他们存活的方式,但也并非没有例外, 每一千个星系中,就会有一个星系总能释法避免与同类碰撞,从而将诞生之初具备的特性完好无缺地保留下来,它们因此也有了一个特殊的名字,一句星系,进来,天文学们就在我们附近的宇宙范围中,发现了这样一个古老的早期宇宙的遗迹, 这个星系,名叫MJC1277,位于英千座星系团的中心,拥有一万亿颗恒星,英千座星系团是银河系附近最大的星系团,距离我们大约2.25亿光年,这么算来,星球大战中的千年损耗,要27年才能飞到那里,如果还是喊索博驾驶的话,尽管听上去不可思议,但从天文学角度来看, 这一距离还不算太远,基于MJC1277,位演变的,高红力的颜色分布,我们可以亲切地称之外,红色快清晰,MJC1277,看上去和120多亿年前没什么两样,而天文学家眼中的宇宙,也只有约138亿年历史,因此,MJC1277,是宇宙完美的霸王楼标本,借助它博太空望远镜, 西班牙卡纳利千文研究所,吉拉古拉大学的研究者贝斯利,Michael, Bisley和特鲁星略, Ignacio, Trujillo的NJC1277的球状星团进行探索,并证实了NJC1277的遗迹心智,因为他们看到的是大量的红色, 球状星团是在星系诞生时产生的恒星集团,在轨道上绕着星系核心运行,红色星团有比害更多的重元素组成,运行轨道距离星系核心更近,而蓝色星团还有较少的金属,被认为是由星系碰撞而产生的, NJC1277只有红色球状星团,时迄今为止观察到的没有蓝色星团的最大的星系, 这也就意味着,每一颗NJC1277内的恒星,都形成于该星系在身后的一亿年里, 也就是宇宙生成后的第一个十亿年里,与NJC1277每年生成一, 与00颗恒星的速度相比,银河系每年生成一颗恒星的速度,就相形建处了, 因此,天文学家们也得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,去探索从宇宙之初,就基本没有改变的庞大星系, 那么,走过了上百亿年却没有出现蓝色星团,NJC1277是如何做到的呢? 贝斯利和特鲁西略认为,NJC1277是作为,因先做星系团中心星系的卫星而产生的, 而这一中心星系,吸收了任何,可能对其卫星产生影响的物质, NJC1277现在依旧以每秒1000公里的速度,没让该中心星系运行, 贝斯利和特鲁西略计划用哈佛网远镜,观察更多的球状星团, 以及发现其他第一季星系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气气牛CXYC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